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在降雨依旧是比较集中在山区的午后热对流 以及南部地区 再来我们看到的是未来一周的降雨 基本上礼拜日之前同样是受到了相对靠近高压的位置 所以降雨集中在山区以及偏南部的山区 而在礼拜日之后要注意的是在日本南边海面的低压带 会逐渐的靠近台湾 所以到时候水汽会一点一点慢慢增多 礼拜一礼拜二感受上会比较明显一点 整个午后雷震雨区域范围变得比较广了 不只有在山区甚至连平地也都会下 而在苗里以南则是早中晚都会时不时的有一些震雨 而直到了礼拜三之后 这个低压稍微的往东退 到时整个水汽会略微的减少 但整体来说跟今天比雨还是比较多一点点的 最后我们要来关心的是温度 这几天高温都非常非常的高 刚刚说在整个北部地区 尤其大台北因为属于彭地地形 所以非常容易温度会聚在里面 很难散出去 高温都在37度以上 要特别提醒的 就是要做好这防晒工作 以及多多补充水分 不然非常容易中暑 以上是这一节的七项说明 奥运前线掌握最新赛况 热血镜头五环战场一把招 巴黎迎来第三次奥运 全球目光聚焦花多 7月24到8月11号 请锁定TVBS巴黎奥运特派团队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